台中五億賴性高中生的命案 賴家委任律師他們在4號的時候呢 就有向檢方申請在意 他們就提到說這個賴靜高中生 他當時喝的這個啤酒罐裡面 驗出來是有麻醉藥物利多卡因的成分 就心放希望說檢方可以對此再深入的調查 那昨天台中地檢署就針對此事來做出了回應 他們就說其實除了這個賴性高中生 所喝的啤酒罐啊 還有他的下星配偶的啤酒罐 還有現場的衛生紙 濕紙巾跟便利貼等等證物 上面其實都有驗出利多卡因的成分 那雖然說檢方的處分書的內容是寫說 這個麻藥來源不明 但是根據了解其實利多卡因 他是可以用於延長性交時間的噴劑 或是保險套或是藥物等等的 而當時下星配偶 他的哥哥還有他哥哥的女朋友 他們都曾經站住在案發的這棟大樓裡面 再加上其實相關的證物裡面 也驗出了這兩個人的DNA 所以辦案人員就判斷說 這有可能是因為這因此 所以造成了賴性高中生的啤酒罐 受到污染的原因之一 而且這個啤酒罐裡面 也有驗出這個麻醉藥品 利多卡因 無意賴性高中生命案 現場證物都驗出利多卡因 賴教委任律師許哲偉四日據齒 向檢方申請在意 據了解辦案人員懷疑 可能和情趣用品有關 因為利多卡因可用於延長性交時間的噴劑 塗抹藥物以及保險套等 據了解 現場共有三罐啤酒 桌上的兩罐啤酒 驗出下星配偶與賴掃地的DNA 而垃圾桶裡的啤酒罐及 衛生紙、獅子巾等證物 都是驗到下星配偶的哥哥 以及哥哥女友的DNA 加上他們曾贊助案發大樓 檢禁不排除是兩人期間有親密行為 過程使用到衛生紙或濕紙巾 才導致污染到啤酒罐 使啤酒罐驗出微量的利多卡因 另外辦案人員也指出 利多卡因也用於皮膚止癢藥膏 也可能是其他人接觸過後又碰到啤酒罐 這兩個方向都有待進一步追查 目前初步排除 下星配偶在案發前一周看牙醫所致 因為牙醫使用的劑量不可能在人體內殘存超過一周 啤酒罐上的麻藥真的來自情趣用品嗎 無意高中生的律師要辦案人員拿出證據 而且要據名講清楚 否則對躺在冰櫃裡的爛小弟是非常的不尊重 我就是現在沒有在提訴書 不提訴書分書裡面看到 我不了解這個說法來源是來自哪裡 如果所謂辦案人員真的有資料的話 那不妨拿出來給社會大眾檢視 而不要用自己的預測去說 這個利多卡因就是情趣用品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的人命關鍵 麥倒地的銀堂都很開著 他人也還在冰櫃裡面辛苦 那用這麼戲虐的方式去說 哎呀這個就是情趣用品 我覺得對實質非常不尊重 也對關心這個台灣社會 台灣社會裡面關心這個案件人 都非常的尊重 那就請罷人員10名 拿出實質的證據出來 然後不要用這種犯話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不厚道 也非常不尊重賴小弟 以及所有關心這個案件的台灣人民 侯友宜的競選辦公室 昨天下午召開了還原真相 回應外界稱侯友宜宜 定義政策改口的記者會 那在記者會上這個競選辦公室 執行長金普聰 他就提到說他在查證之後就發現 現在的這個民調公司 其實都是可以被操作的 有人就會向民調公司來要求說 如果按照對方要求的題目 來做民調的話 對方願意付90萬元 那如果是依照自己的題目的話 則是要付50萬元 金普聰也說了 他說民調在以往選舉的六七月 也是最為混亂的 因為一夜都會跟最後的結果不一樣 金普聰就說 現在民調已經變成了選舉工具 讓他感到不可思議 你可以回頭去看各種歷史 六月七月的民調往往都是最混亂的 但往往也跟最後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這個民調在台灣政壇上 已經變成一個工具了 民調應該是一種科學 但重重常常被這個政治人物 拿來當作藝術操弄 因為從題目的設計開始 到整個民調出來以後的解釋 還有中間操作都有空間在 我已經經過查證知道 目前有些人已經在民調公司去要求 說如果你依照我提供的題目做 我願付90萬 如果你們依照你自己的題目去做的話 是50萬50萬都高了 這個是經過查證 卻有其事 民調機構的負責人跟我正式正式 而且他拒絕了 所以這樣操弄民調 在台灣的選舉中 現在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我還是第一次聽過 王力宏李敬蕾在2021年底 爆出離婚 而中刊更報道 兩人在美國法院的離婚訴訟判決 家務事再度引起關注 而雙方甚至隔空互嗆 李敬蕾透過律師否認自己 有要求折衡台幣上億元的巨款 而對此王力宏也透過律師 發出七點聲明來反擊 王力宏李敬蕾在美國的官司 已經告一段落 兩人日前現身台灣法院 繼續新一輪官司 根據《鏡週刊》報導 日前紐約法院判定離婚獲准 以及強制執行過去的裁定 並指引王力宏是起訴離婚的原告 還需替李敬蕾負擔約百萬元的律師費用 李敬蕾先是透過律師陳建州表示 因為王力宏是過錯方 必須賠償李敬蕾因為他的過錯 而產生的訴訟律師費用 隨後王力宏的律師業委立喆指出 法院並無認定王力宏有任何過錯 反而是女方要求聚兒賠償 但是找到駁回 李敬蕾立克透過律師發表四點聲明 除了解釋兩人在2019年提交離婚協議書 直到近日才被法院批准 服任他有要求折合台幣上億元的巨款 放棄爭取任何屬於王力宏之財產 並解釋本件審理的時間不斷延長的原因 就是因為王力宏不願依照協議之付扶養費 因此再提出上訴 王力宏的律師業委立喆再度回覆 認為對方必中就親顛倒事實 甚至已花揭幕 隨後再發表七點聲明反駁對方 除了再次強調王力宏在婚姻中 並沒有任何過錯 並表示李敬蕾額外提出一堆請求 導致兩個人在協議上出現爭議 因此只能交給法院判斷 由於李敬蕾故意將兩個人的婚姻問題 提公開給媒體 法院在瞭解情況後便駁回她的請求 律師還提到 女方所分得的巨額投資賬戶和加州房產 全部都是王力宏的個人資產 最後期許女方遵守美國離婚判決 兩個人持續透過律師速度隔空攻防 昨天晚上開打的全上比賽 當時在這個各個論壇上面 就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那昨天晚上壓軸登場的 就是知名實況主TOYES 還有她的前老闆中培生的擂台賽 那最終呢 TOYES是遭到了技術性的擊倒落敗 所以她在昨天深夜的時候 她也開了直播跟粉絲說 她真的好難過 但是呢在直播裡面呢 TOYES也提到 她說她在今天請全台的粉絲 喝這個19茶屋的中培生乳紅茶 而且通通是由她買單 而今天早上呢 就被大家募集到了 在TOYES宣布這個免費送中培生乳紅茶之後 今天一早手搖店外面 就排起了場場的人籠 那獲勝的是 紅衛九 場的觀眾再給陪上一些掌聲 無論她在怎麼躺 她還是打得不錯的 沒有她 我也不會有這個全賽可以參加 終於之戰之後 台上 無日晚間開打的全上 在各論壇上引發熱議話題 其中壓軸登場的就是知名實況主TOYES 以及前老闆中培生的雷台賽 最終TOYES遭到技術性擊倒落敗 深夜的直播與粉絲聊天時也坦言 好難過 但TOYES表示 六日邀請粉絲喝19茶屋的中培 神乳紅茶由她買單 並說到全台灣全部免費 去買就是了 值得一提的是 臉書粉專台灣民營表示 雖然TOYES輸了 但她仍會發100份雞排 近日會公布將在哪一間 19茶屋發 其次我們看到演藝圈的謎土風波 也就是反顧男孩團長酷炫 被網紅新宣爆料偷拍私密影片 與方控訴她不僅偷拍 還分享這些影片給成員看 甚至是嘲笑受害女生的身體器官 而讓她決定要提告 而酷炫昨天現身全集賽 聊到近期的風波 她情緒激動的說 絕對沒有偷拍 我絕對沒有偷拍 我沒有做違反法律的事情 那如果要告 那就告沒有關係啊 因為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我講難聽一點就是 我現在真的很後悔 我當初幫她 這個自導自演太誇張了吧 去小帳那個 欸來來來 我帳號已經滿了 我帳號滿了 我要怎麼辦小帳 你知道嗎 連我女朋友的爸爸 都傳新聞來問我說 你是不是真的跟那麼多什麼 藝人網美上過床 哈囉 那個是在罷射裡面打嘴套的文章 我為我曾經不成熟的發言道歉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很奇怪 五月的時候見面 傳訊息跟我說 很感謝你 五月的喔 傳很感謝你 然後寫了一大堆一百字吧 然後說 謝謝你當初對我的照顧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當初這麼討厭你 一直處心積慮什麼不開心 我現在終於放下對你的成見了 第一個我們早就和好了 我不知道他幹嘛 突然傳這個訊息給我 然後我也懶得回他 所以我後來就回說 辛苦了啊 我親人自定身體不好 我也很擔心 最近就突然爆出這件事情了 爆出這件事情 說因為希望趁著MeToo風波 我出來講 好再來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我訊息有回他 他如果真的想要幹嘛 為什麼不直接來訊息我 這件事情很怪吧 我有不回他訊息嗎 然後突然一個受害者很害怕 我絕對沒有偷拍 我已經講過 我沒有做違反法律的事情 所以我根本不懂 為什麼他所有外流的東西 謝謝謝謝謝謝 我不會做這種事情 另一個MeToo風波爭議不斷的也就是 藝人大牙指控十一年前 遭黑人陳建州性騷擾 而陳建州連同妻子范瑋奇 對大牙提起民事訴訟求償一千萬元 一度傳出黑人每繳十萬元的裁判費 台北地院將擇其開庭審理傳喚 雙方說明 大牙指控2012年與黑人以及拍攝團隊 前往香港拍攝節目 晚上在飯店休息時 陳建州強行進入大牙房間 持續開玩笑趁鬆一下 大牙驚覺不對勁 其身要去開門 卻突然遭到陳建州 從後方鬆抱拉倒在床上 趁試過搞不好你會喜歡 直到聽聞房外有聲響才作罷 後續陳建州與妻子范瑋奇 委託律師發聯合聲明駁斥 將對大牙提起民事訴訟求償一千萬元 申訴會將錢全數捐給婦女團體 而同時要求在臉書公開發文道歉 不過不僅付全團體不買單拒收 司法院也特地在臉書發文解釋 強迫他人道歉早已違憲 而台北地院目前已完成分案 將擇其開庭審理傳喚雙方說明 在臉書公開發文 在臉書公開發文 臉書公開發文 臉書公開發文